字幕翻译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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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著要來學的是 花生怎麼吃 誰不會吃花生 不一定 花生之亂 蘭銀烘11月還在進口252公噸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花生堆積如山 所以花生製品呢 每9件就有1件黃麴毒素 或者 蔗毒素 蔗渠毒素 蔗渠毒素 所以越南进口的花生糖 黄渠毒素超标 6600公斤的黄渠毒素花生 全部被退运销毁了 这也是这两天的新闻 所以这两天花生 好多新闻 自从有了花生之乱之后 我们才开始想 家里的花生还能吃吗 所以来问问潘老师 来 第一个问题是 发芽发霉的花生 比皮霜还毒吗 是真的吗 黄渠毒素到底是什么 你说对还错 我不知道 这一题其实有个陷阱 发芽的花生其实是好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家里面 可以把新鲜的花生 放到我们的玻璃瓶里面 放上棉花加水 它就会长出花生芽 那长出的花生芽 它的营养成分 可以比花生还要来得多 因为表示 这个花生如果能长出芽 表示它是什么 是活的 一个女的能够怀孕 表示这个女的很健康 所以因此发芽的花生 是非常健康的 我首先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讲 如果能够发芽的非常好 而且我们常吃什么 花生芽 在家里面发花生芽 吃起来非常好 下次有空也可以教大家怎么做 但是发霉的就不行了 因为发霉是真菌感染了 那么真菌感染之后 这颗花生就死了 所以发霉的花生 是绝对没有办法发芽 懂了 懂了没有 因为死掉的 那我问一下 我怎么知道我的花生 有没有发霉 像这样有没有 我哪知道它有没有发霉 它就这样有点 偶偶这样算不算发霉 基本上带壳的花生 都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因此现在目前出现 刚刚你讲到说 我们的所谓卫生署去基查 在上半年 2019年上半年 他协同所有的地方政府 去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查 叫做市售食品 增菌污染的监控级调查 结果他调查了 所有市售的这些产品里面 包括花生 包括芝麻 包括红麴 总共查了将近400件 这400件里面有一半 200件是花生产品 结果很好玩 这400件里面 只有花生产品有问题 其他的都没问题 而且在花生产品里面的 这个问题率很高 每9个就有一个超标 所以显然看起来 花生是比较容易发霉 长出黄麴毒素 但带壳的比较不担心 不会 对 那我们通常已经剥了壳 上面有一个薄薄的 那个皮的那个安全 就稍微好一点了 又稍微好一点 因为那个皮本身有保护作用 就像你本身的皮有保护作用 所以因此有很多烧烧烧伤病人 很容易感染死掉 是因为没有那个皮 所以要直皮 回到来 就这一次的发现的 9件每一件 大部分都是什么出问题 花生粉 花生粉 因为它把它磨成粉之后 非常容易吸水 那如果说你又没有真空包装 又是散装的就出问题了 我跟你讲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今天有个店面 开一个食品行 然后你进来买花生粉 为什么你要买花生粉呢 你包润币 对啊 吃麻糬啊 好 那个麻糬是又再卖给下盘商 比如说 好 那你家自己制麻糬也可以啦 如果你是客家人 自己制麻糬 然后买花生粉回去弄 那有可能 所以因此呢 你买的花生粉 到这个食品行去买 又是散装 这个时候你就非常小心 因为大部分这一次 那个黄麴毒素超标 全部都是花生粉 那黄麴毒素超标 发霉就会造成黄麴毒素超标 黄麴毒素超标 比皮酸还多啊 是的 它是一级致癌物 一级致癌物 就是基本上你吃进去呢 你得到肝癌的机会 就是非常的高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我们要问潘老师 常吃花生容易得肝癌吗 你说对还是错 那就听起来就对啦 错 因为要发霉的花生 如果你吃非常新鲜的花生 比如说你吃我们本土产的 台湾产的花生 刚刚收成 刚刚就吃的 那我们台湾人自己种的花生 好到不行啊 那到底花生可以放多久呢 基本上来讲是保存条件 也就是说呢 你的温度不能太高 湿度不能太高 就没有问题 所以你如果冷藏 所以要放冰箱 冷藏绝对没问题 好 所以 各种朋友很多人都不知道 要把花生放冰箱 今天终于知道了 花生要放冰箱 尤其 尤其 尤其什么 花生粉 花生粉啊 对 因为 还有花生酱 据说也很可怕 你讲对了 我跟你讲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美国一所非常有名的大学 叫做康乃尔大学 他的一位营养系的教授呢 受了美国国家卫生院的委托 到东南亚去做研究 他当时到那边去做研究 他非常痛苦 因为他看到 在东南亚的小孩子 不到十岁 就得肝癌死掉 那甚至有四岁的小孩子 就有肝癌手术 当时他觉得非常奇怪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就后来才发现说 因为他们那边盛产花生 所以你知道 我们现在很多花生 都是东南亚来的 你知道吗 有九成都是越南来的 九成啊 四成三 因为另外有一半 是从中国大陆来 完了 我住越南 所以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的是 就是说 他们当时做的 很差劲的一个动作 就是说 他们在那个输送袋上 看到花生如果饱满漂亮 因为我们人的眼睛 可以看这个花生好或不好 是 所以好的花生 没有污染的花生 没有发霉的花生 他就整颗去做 卖向好的卖 但如果有一点点发霉 有黑的 你认为你会买吗 不会 全部输送袋送去做花生酱 所以当时这位坎培尔教授 他当他发现小朋友 在十岁以下 就可以肝癌死亡 四岁就肝癌死亡 他非常震惊 他当时发誓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因此他就下去市面上 买了29罐的花生酱 回美国测验 结果呢 29样全部黄麴独注超标 而且比美国国家定的标准 高出300倍 但他买的时候 是还没有开封的 因为他源头 他出花生的时候 出问题的就送去做花生酱了 没有问题的才整颗卖 所以因此他压成酱的时候 不是说他压成酱以后才发霉 是没压成酱就发霉了 听懂意思了吗 懂啊 吓死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说 那我最喜欢吃花生后片 我现在要跟电视机前面 这非常重要 这句话一定要讲出去 就是说呢 今天你们如果要买花生酱 回家吃 你一定要看清楚 它是什么厂出的 哪里来的 像我现在 我大概只敢买美国 欧盟过来的 因为在那边出来的花生酱 品质是非常高的 它的国家标准比较严格 那如果说你要去从越南买进来的时候 这时候就要看厂了 哎呦 那就别了吧 就别在越南吃花生酱了 知道吧 不是 你要看哪一间厂 那另外还有就是你去早餐店 菲娟 你去早餐店 很多人就是后片 那个花生酱吐司 对不对 那就是我最爱吃的 那对 我现在请教你 他到底是整桶买来 然后在那边帮你抹 然后放在那边有没有冷藏 我们不知道 所以如果我要买后片 我可能会问他说 麻烦你 你抹的那个花生酱 你瓶子拿出来我看 哎呦 他不想卖你了 不不不不 忙得要死 或者你瓶子拿出来我看 如果他瓶子拿出来我看 如果他瓶子拿出来我一看 美国 他进来弄那OK 而且你要看他从哪里拿出来 假设他是从冰箱拿出来 而且瓶子又对 那就OK 但如果说你看到他是从地下 拖一个桶子 像那个什么塑胶白桶子 拖出来 然后他拿个波 然后就挖上来 然后就再推回去 我没放冰箱 他我劝你最好不要了 我知道了 我劝你最好不要了 我劝你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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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我厉害的